ED 今天想和大家去開箱 因為有朋友前排在我生日的時候 就買了DJI Osmo Mobile SD給我 事不宜遲 現在馬上開箱 這個卡拉 好像挺簡單的 它有列了這四部出來的 看看是不是跟著你組裝了什麼 第一塊就說 拍出吸引力 這個是Type-C的充電線 這個就是腳架 然後這個就是貼著電話的磁石 然後這個就是那個座 它SD是會再輕一點 我先研究一下它怎樣開的 好那個位置就是它可以伸縮 SD跟其他的不同就是 它沒有另一個磁石扣可以直接卡在我的電話上 它就只有這個固定的電話 我就開了這個拍出吸引力 你看它裡面是有什麼 有這個 裝著這堆東西的袋 它這麼小的袋子都裝得到 它也真的很輕鬆 拿出街拍攝 它超方便 裡面就是亮空的說明書 還有它給了四顆的這些膠 就是貼在腳架的底部 然後我現在就把這個三角架放到 我現在就把這個三角架放在我的電話上 這個我現在就把它卡在我的電話上 它這裡就有一張貼紙 就是寫著 指著一個鏡頭的方向 就是這樣做一個卡下去 超簡單的 然後這個磁石呢 超強的 再一次 很害怕 但是好像很強的樣子 記得手機一定要打開這個藍牙 去跟這個機連接了 那讓我先說一下這個按鈕 這個M呢 按兩下呢 它就會由這個stand by mode 去上來 然後我按這個按鈕 一下呢 就是半鏡頭 嗯 然後按兩下就會由 打直變到打橫拍 然後三下呢 它就會由影相模式轉到video 這個呢就是一個方向電 那旁邊這個呢 向上就是放大 向下呢就調轉啦 然後後面這個也有一個按鈕的 按兩下呢 這個機器就會回到自中的模式 如果你長按呢 它就會lock了這個架 那你就旁邊動的時候呢 它就會stabilize 你download它的DJI App呢 它會有更多的功能啦 其中一個呢就是 我這樣拉住 就是它track了 我現在挖住了你的梳化 那我去到邊的時候呢 就算那個鏡頭想離開它呢 它都會在中間的 那我決定硬一點出街呢 就試一下拿出街拍一下 看看是怎樣的 現在試一下拿出街 然後呢 只要我浴泡邊呢 它都會跟著我 不知道有沒有找了很多呢 這樣一路 先試 好 好 哇 那你會貼的 我真的要貼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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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